发现怪兽 大头 你们快点 等到我吗 大头 你怎么说停就停 你们瞧 那好像有个人 不对 好像有故事 像是怪兽 我还怕 别怕 我们过去看看 快上来了 怪兽 什么怪兽 大头儿子 先翻开我 不行 小豆爸爸不要去 那个怪兽特别可怕 世界上哪有什么怪兽 一定是你们看错了 没看错 就是怪兽 哪有怪兽 我怎么没看见 大头儿子 这样吧 你们先说说 那个怪兽长的什么模样 停 一个一个的说 大头儿子 你先说 那个怪兽的个子特别高 有 有 有这么高 长得特别可怕 也就有拳头那么大 嘴上还有牙齿 对 他的胳膊也特别长 有 有茶几这么长 他总有一条腿 对 他还会叫 咯啦咯啦 不对 是咯咯咯咯咯的叫 不对 是咕咚咕咚的叫 是唧哩咕咕咕的叫 这样吧 既然你们说不清楚 那我和蛋卯就把这个怪兽做出来 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吗 还这么长 好 好 一根据描述将怪兽还原 小偷爸爸和蛋宝真厉害 因为提供的数据不同意 怪兽的叫声无法还原 这个怪兽看上去是 不好了 怪兽又出现了 这就是两个 一个更高的 另一个有点胖还有点矮 走 去看看 蛋包 带着我们的复制版怪兽 看 就在那边 别怕 我们也有怪兽 先不要乱 我和蛋包先去看看 我这倒是稻草人 原来这是稻草人 他的表情真好看 这是多肉之物 好可爱 我最近喜欢上种多肉植物 总觉得花盆栽种不如地里的长势好 这块空地荒废了这么久 就想着种在这里还能美化环境 这个稻草人是干什么用的 小鸟最喜欢吃多肉植物了 我是用来吓唬小鸟的 这个东西是 我和蛋包做的 还这么说看了怪兽又说不清楚是什么 就做了个死不下 稻草人是木头和稻草做的 只有起风了才能发出声响 你这个比我的高级多了 我们换得怎么样 不用换 不用换 这个就送给你了 才是 而且放在这儿还这么也开心的 那太好了 谢谢 可是 菜婶 我们刚才回到这里 那个怪兽 不 那个稻草人怎么又不见了 是因为 刚才稻草人做的有点低 我拿去改进了一下 小鸟 怪不得你刚才说 怪兽又长高了 你说 还有一个有点胖 还有点矮的怪兽 就是菜婶 什么 我是有点胖 还有点奶的怪兽 对不起 菜婶 我当时没看清楚是您在这儿 只想告诉大家又发现怪兽了 哈哈哈 藏起来的秘密 快闪开 小鸟 小鸟 你发什么呆 我 我就是突然觉得玩滑梯没什么意思 秘密基地就这些东西 我也有点玩腻了 秘密基地早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放在盒子里 藏在这里 这样就有秘密了 这个主意好 我刚好有很多东西想藏起来 可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我的秘密 大家可以把秘密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那我也同意 就这里 好的 三宝 三宝 要挖深一点 谁藏在这里 大家肯定想不到 三宝 你说其他人的秘密都藏在哪里了呢 他们会不会藏了很多有趣的秘密 好想知道啊 三宝 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秘密好不好 用你的远回外线刷的一扫 就能找出来 这是不守信用的行为 就看一眼嘛 我又不会告诉别人 不会有人知道的 好想不到 三宝 启动弧外线扫描功能 命令执行中 好想不到 好想不到 好想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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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 你把藏在秘密基地里的零食吃掉不就可以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 我猜的 你怎么猜的那么准 我看你不是猜的 你是不是偷看了 不然你捂嘴干什么 那个 那个 你真的偷看了 那我的秘密你也看了吗 你就是藏了布娃娃 没什么好看的 我的秘密你看了吗 你的秘密真奇怪 为什么藏一号是玩 那个是我爸爸新买的 因为上面有个卡通话 我很喜欢 所以就 说好了秘密只能自己知道 你怎么能偷看我们的秘密 太过分了 对 太过分了 对 对 对不起 我当时太好奇了 我们的秘密都被你知道了 你的秘密我们还不知道 只要你告诉我们你的秘密 我们就原谅你了 不 不行 我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告诉我们 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不能说 你说出来 我们的玩具可以给你玩 我的鬼带火车也可以给你玩 不能说 不能说 既然你不肯说 我们只好自己找了 汤圆小明 去秘密 你们是找不到的 大宝 大宝 走了 汤圆小明 你们俩也没找到吗 没有 我们那么多秘密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 我们怎么就找不到他藏的秘密 一定要长大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的秘密 回去 妈妈 您怎么会找到我藏的秘密 我正纳闷 买菜回来进院子 看到一个小狗在咬一个铁盒 这不是大头儿子的绘画本吗 这个小狗太讨厌了 好 大头儿子 你画的就是围屈妈妈爱唠叨 围屈妈妈爱发火吗 对不起 围屈妈妈 原来这就是大头的秘密